早前我們就提到Sinoviral Joint 一個可以活動的滑膜關節 我們都要了解一下其實它們的氛圍 我們會學兩類Sinoviral Joint 第一類叫做Hinge Joint 第二類叫做Board and Socket Joint 先說Hinge Joint Hinge Joint 就好像一個門教 如果說到門教的時候大家應該都會想到 門教其實只有單個平面的活動 所有的運動都是單個平面 除了門做一個比喻之外 大家都可以想到自己的elbow joint 即是軸關節 手那個 knee joint 膝關節 以及我們的手指和腳指都是 其實每一節都只能夠在一個平面的移動 所以這裡我們叫做Hinge Joint 記得要懂得寸的類型 以及講例子的時候記得寫上Joint 自己選一個最懂得寸的 考試常見的都是knee joint為主 第二類我們就叫做Ball and Socket Joint 這個Ball and Socket Joint 你會看到真的有個球在這裡 塞進一個窩裡面 所以就叫做球窩關節 我們的shoulder joint和hip joint 都是屬於Ball and Socket Joint 你自己動自己的shoulder 肩膀的時候也會留意到 其實活動的範圍相當之廣 因為它可以容許所有平面之間的運動 Allow movement in any plane 所以我們就知道其實Joint的分類是怎樣 順便我們就看片做題目 當做題目的時候 大家可以停一段片去 然後就繼續 然後我們還有這一條 如果完成的時候 我們一起看片對答案 先講這裡 很明顯看到一個球在這裡 還有你見到它容許多個平面之間的movement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Ball and Socket Joint 而舉例方面就可以選擇shoulder joint 另外我們講第三十五條的時候 都會見到這裡其實是一個 pelvic girdle 盆骨的girdle 而三是會駁著它 所以三是會看到有個球在這裡 三是Ball and Socket Joint 然後這個二是駁到四這裡 這是博膝頭鞋 所以它叫做Near Joint 而題目提到的Ball and Socket Joint 就自然是1和3所組成的 然後是第1992年這條題目 這裡你會見到一個人在表演一個特別的動作 在之後的課題我們會做多一點這類型的題目 先判斷一下Joint X其實是Hip Joint 所以其實是Hinge Joint Sorry,應該是Ball and Socket Joint 至於我們講的Knee Joint 應該是Hinge Joint 所以我們就知道 如果是Hinge Joint 只有一個平面的運動 至於Hip Joint 是Ball and Socket Joint 就是All to Cleanse 至於2019年也是 我們判斷到 其實一樣問Hip Joint 和Knee Joint 是Hip Joint 是Hip Joint 是Hip Joint